我早年学佛,没有出家的时候,从借出佛法,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去学佛你,诸金豆老去死。 这个时候我学佛了,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他跟诸老去死是同乡,他是浙江温州人,那个时候我很年轻的,我二十六岁,诸老先生那个时候大概七十一岁。 所以他看我,把我当小孩看,非常爱护我,他办了一个印金书,台湾印金书,所印的金书他都送给我。 老先生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专门做这个印金的工作。 他的故事很多,我们常常见他了,听他讲故事。 那些故事都是真的,我不是假的。 他曾经给我讲过,一桩事情。 说明,没有这个业力,地狱在面前,你看不见? 这个事情是他的乐章,他的乐父,他的乐父,在中国早年也是很有名,张太炎,他是张太炎的女婿。 张太炎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大司,民国初年,破除了大司。 那么他在北京中,那个时候袁世凯当前,他不骂袁世凯。 为什么不骂呢? 不值得我骂。 这个话呢,以后就有一些讨好袁世凯的人呢,就把这个话传出报告袁世凯。 袁世凯听得很生气啊。 他说不值得他骂。 把他抓起来。 关到监牢里,关了一个多月。 甚至他什么罪也没有,就不肯骂他。 在坐监牢的时候,这一个月当中,他出现了一个奇迹。 盈罗王啊,请他去当判官,不是盈罗王,东越大帝。 东越大帝比盈罗王要低一层,盈罗王好像一个国家的总统一样。 这个东越大帝比盈罗王要低一层,他管好多个省。 管好多个省,也是一个大鬼王。 前他就做判官,判官的地位相当高。 就像御术长一样,那个地位很高。 他被他请去了。 请他之后,晚上他就到那里去办公。 他说到差不多快黄昏天黑黑的时候,就有两个小鬼开了个轿子。 请他上教,就开了去办公去了。 到第二天早晨天亮去了,把他送回来。 以后,除了这个监狱,还在当判官,还在干这个事情。 在干这个事情,干了相当于短长的事情。 那么他有机会见到这个,所谓的阴曹帝福,就在干了。 有时候,好的朋友聊天呢,他把他晚上上班的事情呢,也会说说给大家听听。 那真的。 在这个阴间呢,虽然这个种族不一样,这个国家的不相同,言语不相同,好像在阴草的言语都通了。 那彼此讲话都没有障碍,都能够懂了。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那么他们的影视起居跟人间的也相仿佛。 也相仿佛。 只是见不到太阳。 他这个天呢,永远是阴天。 这个误会道,永远是阴天。 没有日光,永远是阴天。 阴沉沉。 那么他有一次就想到,地狱里有一种刑法,套路。 就是把这个铁柱烧得红红的,受刑的人去报。 这个张太元先生是个修佛的虔诚的佛教徒。 他说这种刑法太残酷了。 要求东央大帝可不可以把它废除。 他说你能够废除? 你不是做了一段大好事大功德吗? 东央大帝听了之后,他说你可以先到刑场去看看。 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看。 这个小鬼带他,大概也走了不少路。 到达现场,那小鬼就站了个洞。 他说道,请前判官了,你来看。 他看不见。 于是恍然打恶,才知道佛在经历,业业别见。 不是赢了我,是业业别见。 你故事这个业业,在你面前都看不到。 好像这个故事, 诸老师说在晚年。 他的著作就说, 结婚。 这都是真理的事实。 你没有造这个业,看都看不到。 所以地狱里面,地藏就看见, 只有两种人能够见到,能够去。 一个就是,你造作地狱,受刑的人,你会看到。 另外一种人,菩萨。 菩萨到那个里面去教派中心。 你如果不是这两种人的话, 地狱境界在你面前就见到。 所以以后,这个章台研究室就不谈了。 才晓得这个,不是人力作为, 是他自己业劣变现。 变现这个境界,他就受罪。 实在讲,地狱里面, 智行的那些判官小鬼,流头麻烈, 也是自己业劣变现。 你能怪谁? 确确实实,自作自受啊。 所以我们的三业造作, 业劣要解决。 过去造作罪业,要赶紧回头啊。 回头就有救。 不要怕过去造的罪业很重, 怕将来收包。 你要真理有这个害怕的心, 你就有救。 如果你就麻木过人, 那你就没救。 何也知道, 我有恐惧心, 有害怕的心, 有回过的心, 就有救了。 古今这个例子很多。 显示出佛门的慈悲眼, 真正叫大慈大悲眼。 回头五十岸啊, 就怕你不回头啊, 一回头就得救啊。 我们在《关无量寿经》里面看到, 二十十号, 杀父亲, 害母亲, 独取王位。 跟齐婆大多两个联合, 破坏生团。 无逆罪, 统统统造了。 真的是, 杀父杀母, 杀父罗汉, 破坏活生, 处复生学, 他都干了。 那个罪业, 绝定不住阿弥陀佛。 那么佛在《二十十王经》里面, 跟我们说他, 他在临终的时候, 忏悔。 真正悔过, 直到他一生所作所为, 错了, 大错了。 以这个忏悔的心, 念佛求神尽主, 他往他, 一生造这么重的罪业, 还能往生。 那在我们想, 他往生, 大概是下下评罗汉吧。 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他往生的评论是上评终身。 所以我们才明了, 往生是一个严重方式, 一个是评堂, 吉贡伟德老师念佛罗汉, 一种是在临终忏悔罗汉。 那忏悔罗汉, 你是什么样的评论? 完全看你忏悔的心, 看忏悔的力量。 所以一个人, 造出极重的罪因, 到临终真正忏悔, 还是能往生, 还是能得度。 你要问, 这是什么道理? 实在讲道理是一个, 没有两个。 万发为心。 正是华言所讲的, 为心所信, 为师所病。 看你那个心念, 怎么转发了? 你要转得快啊, 你要真的转过来啊。 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 这个例子, 造无秘罪, 上平正正。 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宋朝时候, 宁科发死。 这个在《网三传》里, 《净土圣贤论》都有。 这一个出家人, 估计不守清规。 大概戒律规矩, 他统统都犯了。 但是他自己呢, 有一点长处。 他自己知道他自己造作罪。 这一点, 就是他了。 他知道了。 他知道他将来一定会做地狱。 于是怕了, 想到做地狱这些恐怖了。 他就向他的同学们, 同餐道友请教。 又没有法子, 能救他。 那是他不作地狱。 有一个同学, 就拿《网三传》给他看。 他读了之后, 非常受感动。 就下定决心, 念佛求成建筑。 这个传记里面记载, 他是把自己的房门关起来。 一句佛号念到底, 念了三天三夜。 他不睡觉, 不吃东西。 念三天三夜, 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阿弥陀佛告诉他, 你一定寿命还有十年, 你还有十年扬寿。 你十年好好地修行, 到你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说, 我再来借你。 有这样的感应呢? 那真的是, 众生有感, 佛就有力。 看你真诚心, 真诚心的, 把佛念来了。 寅寇法师就告诉阿弥陀佛, 他说, 我的习气太重, 经不起诱惑。 这十年, 我又不晓得要犯多少罪过。 我十年的寿命不要, 我现在就跟你走。 那这个阿弥陀佛就答应了, 好, 那这样, 三天之后我来借你。 寅寅非常开心, 行, 三天之后, 你佛来借你我, 我跟你往前。 所以他这个门一打开, 欢天喜地, 告诉这个庙里大众, 三天之后我就往生了。 庙里人都就是神经不正常。 这么一个误人, 三天之后怎么能往生? 好在三天时间不长吗? 大家就看一下, 看你三天之后, 往生不往生。 所以到第三天, 这个早课的时候, 他也洗了身体, 换了干净衣服, 求同修们今天早课, 我们通通念阿弥陀佛, 送他往生吧, 送他往生。 这个就是, 这个扩送内容就改变了一下, 念阿弥陀经, 念念佛号, 送他往生。 当佛号, 念了大概只有一刻钟的时间。 没多长的时间, 他就告诉大家, 阿弥陀佛来了, 他看得见, 别人看不见。 我跟阿弥陀佛走了, 向大家告假走了, 他真的就往生了, 没有生病了。 他这个表演呢, 是告诉我们这段事情, 一头经常讲的, 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 没错啊。 平常净做坏事, 一句佛也不念, 居然三天就可以了, 往生。 不是假的, 是真的吗? 那我们今天关系房门去, 念三十天也不能往生。 什么原因呢? 你的心是假的, 不是真。 你不是真成心。 你不知的地狱可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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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往生就要做地狱, 不得了啊! 两条路没有选择的 所以怕受地狱苦 全心全力专注 一个念头求生希望极乐世界 那么这是说明 重要过去生造罪业 或者这一生当当造罪业 都不怕 只要你真正居足 幸运行这三个条件 地狱众生也能够在一生 成佛做主 法门不可思议 我们生的这张口 为什么不念佛 为什么设闲话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不念佛你就造口业 你就要受三福口报 一天到晚 借助人张家长 李家短 都是讲的是非的我 你学佛 念经 拜佛 礼佛 修那一点点功德 都在你口里头漏掉了 你围继下来是罪业 无量无边的罪业 修的那一点功德全在口里头漏掉 你要拘罗我 你要明白 要赶快回头啊 这个口天天念阿弥陀佛 就是称赞如来 心里面义福 口里面念佛 不夹杂 不间断 无量无边的功德 你不去住 你要去造这一 那就没法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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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